但是穿起來是 看得出它是亮面的嗎? 比較亮一點 還是有明眼的? 鏡頭比較沒有那麼看得出來 我覺得看得出 嗨大家好,我是妮如 YO!我是一集開箱SWAT YEAH!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SWAT開箱 總之呢,這一次的SWAT開箱是 開箱 蝦皮上面的就是 好像是銷量前起高的店家的這個SWAT 然後但是呢,蝦皮的話呢 它其實沒有說有牌子 然後有這種包裝 通常都是大陸來的 所以我們就是看圖選SWAT 那這一次選SWAT 就是由我們這個男性眼公讀生 反正那我們就來試穿看看啦 GOGO 登登!第一雙 第一雙好像就是最基礎 好像是 它是寫15單 反正就是它單數還蠻低 然後真的還蠻透明的 上面的話也是無檔的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來試看看那不耐光 那摸起來的話 其實沒有到特別好摸就是 小出燥 但穿起來的話也是小出燥 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個便宜的 沒有說特別好穿 但非常好看的一雙絲襪 嗯?還不錯吧? 嗯,蠻好看的 對蠻好看的 那我們來試看看 那不耐光啊 布丁伸出你的小短 欸?還行欸 喔有點不耐光啊 好看的 滿分10分給幾分 3分 材質啊 材質分 3.5 好,看起來就是這個 拍照起來好看的一雙服裝 好,下一雙 那這雙的話它是亮面 然後我 前面摸起來才是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穿上去之後 它又開始沒有那麼細緻好摸了 但是穿起來是 看得出它是亮面的嗎? 比較亮一點 還是又霧面的? 鏡頭比較沒有那麼看得出來 我覺得看得出來那個 絲襪比較細緻一點 這個單數比較高 然後它裡面呢它是有檔的 只是它的檔也是沒什麼效果啦 這樣子 來 來隻貓 我們來刮看看 伸出你的腳腳 欸?現在絲襪是不是都蠻耐刮的啊 好像都還可以欸 就是它都不會有什麼太多的痕跡欸 我是覺得有點濕嗎? 因為說是 好像是說是亮面 但我覺得還好 沒有特別 而且我覺得剛剛那雙 顏色比較淡一點 我是比較喜歡 可是穿上去摸起來 有點摸 好像剛剛其實 實際上摸起來 差不多穿上去摸起來 對,好像是眼影的比較好 還是比較好嗎? 真的耶,它也很愛刮欸 它也很愛刮欸 加上你的那個被蚊子皮的硬的包 不見了啊 變得不明顯 可是因為它比較深了 對啊 現在這個起步分數至少有5 喔,所以他們覺得這比較好 嗯,5到6 但也沒有到太高 15單,這邊15單 它用寫這個單就是15單 所以剛剛那個更薄一點 好,那我們換下一雙 登登 這是第三雙 然後這一雙它是灰色絲襪 因為之前沒有試過灰色絲襪 所以就想說拿來看看 欸,穿起來是一個 嗯,還蠻特別的感覺 怎麼說 真的會有人把這穿出門嗎? 但好像不難看欸 我啊 柔膠修飾效果 我覺得它就是 你近看的時候 還有就是在腿這邊是灰色 但是看到這邊遠看看鏡子 它又是膚色的 欸,絲襪是覺得怎麼樣 絲襪 我覺得如果是女生穿的話 的確是一開始會很難看出來 可能就是騎摩托的時候在後座 然後那個男生就會開始 收他的大腿的時候摸下去 哎唷 絲襪喔 很一樣喔 前提在收大腿 為什麼會這麼有畫面? 所以真的會有人穿黑色絲襪? 我啊 那你還不穿膚色絲襪? 我是人啊 有些膚色不夠白 穿起來會更黑欸 穿起來會很黃 就是不會不適 喔,所以這是校色用的嗎? 嗯 我覺得有成功校色的 喔,有成功校色的 所以現在它的上面上下半的顏色 不會差那麼多 如果你今天的顏色 整體顏色比較淺的話會更好看 嗯 我希望你們再換你 沒關係,這樣又好了 都好看 你要去幾分? 唉,我剛剛摸一摸 我覺得 就是也是有點塑膠感覺的材質 很天一貨 沒錯 不過 這個驚喜感我給4分 哈哈哈哈 欸,但它的光澤其實蠻好的 你這樣坐下來就 可是它那個近看是灰色的耶 怎樣?6、7分吧 6、7分 算7分啦 比較特殊 這樣蠻好摸的其實 但是這個真的不建議 就是腿稍微粗意丟丟 或是會在意自己腿比較肉的人穿 穿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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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喜歡 它不喜歡這個環節 欸,刮不出環節耶 再一次 還是因為是灰色看不出來 但我覺得你已經刮滿大了 灰色 對啊 應該是真的看不出來 感覺是挺耐刮的 對 欸,它 硬的蠻耐刮的耶 我覺得蝦皮的絲襪對我來說 最驚訝的就是 這樣每個都蠻耐刮 就是 穿起來跟畫面 品牌絲襪比起來就是 摸起來就這麼舒服 但是 好看 然後耐刮 而且每一雙都很好看 你上次的超商絲襪 確實一刮就廢了 真的喔 好,那這一雙的話呢 它是 咖啡色的絲襪 只是因為我現在曬很黑 所以穿起來像像膚絲一樣 像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個膚絲 蠻好看的 對,其實蠻好看的 我蠻喜歡的耶 就很自然 但我還是想要你擺回來 膚色均勻的部分 這個應該算是膚色健康的 對阿,健康膚 如果你全身都能夠一樣 那個黑的話 我覺得很OK 但可惜我不是 對 它是有遮瑕效果的 沒錯 喔,對,它有加亮片 嗯 有那個光澤在 蠻自然的 不會到很塑膠的光澤 嘿 哎唷,好退一點 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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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規中矩 有遮瑕度 還不錯 分數 OK 差不多啦 差不多 我以為你可以 會給到7或是6 但它穿起來就很普通 勉強6可以 就是材質很普通 如果它 因為我們已經有試過日本的服飾了 喔,日本的服飾 這是真的屌 嗯 那就是真的超厲害 超好摸的 就是很厚的 如果硬要講的話 是它的均勻度還不錯 但因為這種 畢竟比較便宜嘛 你的腿在比較彎起來的時候 膝蓋後面那個 皺褶會比較明顯 真的耶 對啊 就會被發現我是人造人 都還看起來一樣 橘皮 所以不行 啊 啊 抓 抓 咦 换一隻 换一隻 哎唷 欸它真的真的沒什麼問題 它根本看不出眼睛 聲音好清脆喔 蠻強的 就好看 然後 耐穿 因為我們真的是很懶 然後隨機挑了一間蝦皮買 對 就是 賣對人很多的那種 嗯 你這樣做下來 你膝蓋的那個亮片感 就會比較明顯一點 對啊 我本來以為會很油光耶 結果沒有 嗯 首先呢 吹個洞 吹了首先吹 你是絲絲挖教學嗎 啊怎麼把絲襪絲得好 啊 欸它是 沒有這個絲襪其實 真的破一個洞它就絕了耶 可愛毛蜜 好可愛喔 好 這是第五霜嗎 然後它這個下面是一個小紅葉結 我覺得蠻好看的 嗯 這雙真的還不錯 對 然後腿看起來也蠻細的 欸這雙是很漂亮耶 嗯 我蠻喜歡的 所以我特別為它換了一件 衣服 可惜太大街 對 就好我們拿去改 觀賞性極佳 真的喔 嗯 所以比起就是一般 標準的沙 有花紋的 你們覺得更好看 要看什麼花紋 像這個就很好看 平凡嗎 這個首先它應該是 就是好看用的啦 所以觸感什麼的就算 它觸感可能也只有三分鐘 我也覺得它是好看的 因為它就是硬梆梆那種觸感 但是如果說視覺的話 其實一定有到七啦 我的基礎分數也是 就是七 嗯 我才知道這還很好笑耶 這就是白色那一雙 欸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有一種純淨感 嗯蠻好看 有嗎 有 有 但我很建議你鞋子太大了 哈哈 這是我愛麗絲露的 現金的兔子 也是拍照用 而且也不知道為什麼 看起來比灰色那雙細 還是因為你現在的蓬蓬裙 不給它十分 嗯 感覺大師沒有很滿意 我才填怎麼看 我覺得蠻好看啊 但確實是拍照用啊 而且有點那個灰色的感覺 應該也有到七分啊 的確這個穿起來 的確是會有一種的顯白一點 然後這支影片的那邊 這就是六雙蝦皮絲襪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覺得整體來講這皮衣好穿 算是耐刮 但是如果你一刮出一個洞 它就會整雙毀掉的一個絲襪 然後我覺得都還蠻好看的 淺皮衣 所以大家可以大量採購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照訂閱我的頻道 之後 按照我的粉絲專頁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加入頻道會員的話 有機會可以看到今天 你有手機回來照片喔 那我們就 謝謝大家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